禀太皇太后 臣内吉 想要如策 舅舅填坟一句话 为汉武帝争取到了人生最关键的几分钟 如果不是他集中生智 汉武帝恐怕已经被废 只因他即位以来 一直不听奶奶斗一房的话 又整天荒废朝政不按时上班 奶奶实在忍无可忍 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今天还不按时道岗 就后果自负 没想到汉武帝还是没来 奶奶立刻问大家 皇帝上朝迟到该怎么处罚 没想到填坟情商极高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强调皇帝年轻爱玩无可厚非 更何况还有英明的太皇太后 哪怕没有刘彻也不会耽误工作 虽然他彩虹屁吹的不错 但太皇太后还是叫来管时钟的东方硕 问他现在什么时辰了 大臣们的时辰已到 皇上伊丽可晚来一个时辰 所以还差一个时辰 是吗 好 我们等 太皇太后让东方硕盯着沙漏 只要盘子一满就立刻告诉自己 眼看时间越来越少 东方硕只好偷偷把沙子咬出来 放回上面的大漏斗 靠着这个无尽时钟 一个时辰撑成了三个时辰 怎么回事啊 回太皇太后确实还没到 还不等 那也不等了 我要你一照 写 建元元年 汉室第五朝皇帝刘彻 眼看刘彻地位不保 舅舅田坟赶紧打报告 用上厕所来拖延时间 我当是什么大事 去吧 不料田坟还没走出大殿 刘彻就疯疯火火地赶了回来 但太皇太后并没有就此罢休 而是质问他上哪风去了 不知道今天开会吗 可刘彻却说 今天是八月十五 合家团圆的日子 自己是在忙着尽孝心 孙儿替母亲找回了他 失散民间的女儿 朕的姐姐 学皇姐金俗上殿 眼看母女相认 哭成一团 太皇太后彻底没了话说 他不但不能责怪刘彻 反而还要夸他 以孝治国真不错 而刘彻经历了这次危机 也更加奋发图强 除了学习文化课 还要练习攻马骑射 可这次跑了大半天 却一个猎物也没找到 半毒为了让他尽兴 竟自作聪明 偷偷把营里的战马放了出来 假装是野马让刘彻打